亲爱的乘客您好 请让座给有需要的人 好的 大家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吗 未来如果我们坐公车听到了这样子的铃声 麻烦请大家要记得让座了 公车捷运这个让座 让不爱座 常常被占用的时候就会引发一些纠纷 所以现在北市公运处就宣布了 仁爱干线全线28辆公车要装设这种让座铃 而且从今天就开始服务了 有座位需求的人只要是按压这个让座铃的话 那么车内广播就会播报让座的语音 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样子的一段声音 所有公车乘客听到都可以听得到 而公运处也表示说 这个服务措施是比较柔性的劝导 没有强制 而且让座不羡不爱座 用意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互相关怀 这么多人没有人让座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君子要椅子 以后别动口 请动手 看清楚了 就在下车铃的上面 有这个让座铃 从20号开始 台北市仁爱干线28辆公车 带头试办 装设这个让座铃 希望有心人能让一让 给不好意思开口拜托的人 仁爱干线是台北市 干线公车中少处经过很多医院的路线 那车上的年长者及病患是蛮多的 但是恐龙让铃 没说一定要让座椅 不怕按铃 最怕的是 空气突然安静 你按了这个铃 你觉得真的效果会比较好吗 真的会忍起来吗 会让的它其实就会让 不让的它还是不会让 那如果都没有人要让你呢 没有就站就好了 你就认命了 就乖乖站就对了 这样飘就飘不住了 买了一个早上人给麻了你 给麻再批 真的吗 给麻再批 现在倒这个这样 吃它的期待 这个我不敢说 如果批那吃批 我是不愿让你一个人站着 还是不愿让你一个人坐着 这让不让 让座铃不会强迫你 让座也不限定不爱坐 除了驾驶座以外都能让 只是下车铃 让座铃靠得很近 麻烦下车别按错了 因为大家只会站起来让你坐 可没办法让你走 华市新闻黄美慧 罗大伟新北市报道